小事,你我身边的事,尽在新闻线上,安排! 欢迎订阅我的朋友,杨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呢,我们的动物专家,因为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就是,现在呢,夏天,所以呢,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炎热,人都冻不掉,何况是毛小孩,尤其呢,我们的猫狗,真的有时候,哇,天气好热,看到他们全身这样子,有时候毛也多,有时候长毛狗,真的觉得他们,哇,这样子他们真的是觉得受不了,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动宝处,我们的副处长,段祺,和副处长,到节目当中,副处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相会 今天我们讲的是夏日炎炎,人都冻不掉,人都已经快受不了,何况是毛小孩,尤其毛小孩身上,尤其像长毛狗啊,那个毛好长哦 那有时候对汉来说,真的是一大负担,天气炎炎,夏日当中那种有够炎热,那是不是副处也跟大家聊一聊 尤其像,现在其实,暑假期间啊,天气炎热,有很多人也会带毛小孩出去玩,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可是也很多地雷哦,大家要小心一下哦,那副作星跟大家讲一下 那炎炎夏日,我们怎么样对待毛小孩,他们会比较健康或者是开心一点哦 嗯,其实炎炎夏日的部分,其实你也知道,大家知道气温非常高 非常炎热哦 其实不管是人受不了,毛小孩也受不了,为什么?因为毛小孩身上有毛发 对 它基本上就会挡着水,而且重点是毛小孩他没有汗线 嗯 他没有汗线,基本上,所以很多毛小孩出去的时候,基本上 因为毛小孩其实在户外的时候,他是运动是很激烈的 嗯 去的部分,基本上他会,一激烈之后基本上,他又无法散热的状况之下 所以很容易中暑,甚至热衰竭,这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 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户外的话,要在一个比较定位的时间 譬如说早上六点,或是晚上的十点,那个时间是温度比较低,带下去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是这个时间,可能大家如果说这个时间可能外面都没有其他的动物会聚集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时间去最好,但是如果真的非要其他什么,等于说其他时间出去的话 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尽量能够带毛小孩到所有树荫底下 荫凉处 不要等于说不要直接在晒到太阳,因为毛小孩真的没有汗线 他真的排热的力真的非常的差 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看到小狗一直在哈哈哈哈,嘴巴一直打开 他就是散热 就是在散热 对就是散热,对对 所以,那再问一下副作就是 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把毛小孩的毛剃掉 好,这个情况之下,对毛小孩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吗? 其实夏天把毛小孩,把毛毛毛剃掉,其实对毛小孩是好的 是好的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保持他的皮肤的干燥 那因为他皮肤到毛毛剃掉,就是脸上,他不会因为在毛髮里可能会常去跳蚤 嗯,避失之类的东西 他整个剃掉之后,基本上对他是好的 第二是,他可以帮忙他,等于说,他没有毛发的话,就会帮他散热,可能会稍微再快一点 哦,散热环境好一些啦 对对对,会比较好一点 对,那当然大家也会担心就是说,这个传染病 因为刚刚在跟副作在讲说,像我们朋友有骑膏啊,最近就去看动物医生 因为就是,有皮肤的毛病,皮肤的毛病 那,呃,在夏天的时候,连人都是一样的,也会长湿疹啊,汗疹啊 啊,何况是那个毛小孩,啊,有可能还会有跳蚤 对 哦 其实跳蚤的繁殖力非常强 非常强 非常强 然后基本上,大概你们看到跳蚤的时候,其实也是把它除群的百分之五而已 百分之五,还很多都藏起来了 对对对,还很多都藏起来了 还很多都藏起来,你基本上有些不一定看得到 呵呵呵 所以,那副作,像很多人说,那除跳蚤,什么方式可以除跳蚤 常常帮,好像常常帮毛小孩洗澡有用吗 还是说,像其实,我们有时候去,呃,比如说去看医生 有时候会用一些除虫的啦,等等之类的 应该也是,是不是有一些帮助 除虫的,我们建议说要定期用药 一定要定期 对对对,如果说你说不定期用药,基本上会造成毛小孩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应该说那些,会产生一些抗药性 抗药性 基本上就是,欸,你如果说不定期的话,可能下次用的时候 也许毛小孩它已经真的更,那个,所谓的,那个,细酸蟲 可能会增加更多了 等于说,可能下去又不适合 又不适合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这种,寄生虫的用药是要长期的 就要长期,而且要定期去用 定期 定期去用,对对对 定期,就好像我们打疫苗一样 对,打疫苗,其实像我们打狂犬病疫苗,一年就打一次 一年打一次 它基本上就要有保护力 那像这种,如果说除虫要多久除一次 各种药效不一样 各种的药效不一样 各种的药效不一样 有些你要看它的所谓的药,药上面有一些规范 譬如说这个东西它点下去 它有些是一个两个药掉点一次 有些是两三个要点一次 所以看各种不同的效果 因为各种药效的效期不同 效期不同 所以这部分可能跟东医生讨论一下 对 我们的毛小孩适合 大只小只可能用的量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更高 因为大型犬跟小型犬的剂量一定又不一样 好 那当然我们夏日炎炎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毛小孩的这个中暑的问题 那怎么样,为什么我们毛小孩会中暑 像我们出去外面 当然要注意一下毛小孩的中暑 那当然毛小孩中暑的情况之下 像有时候 我发现现在很多四族跟狗狗会离不开 就是出去也要带毛小孩 出去也要带毛小孩 可是之前其实有看过新闻就是 把毛小孩独自放在车上 哇,这个好像很危险 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我们就知道好几个案例 那其实我们这个案例 其实我们都会派案去现场处理 那通常去到现场 其实车子它已经开走了 那可能都是暂时性的 而且同时 当然我们丑话说在前 如果你说你把毛小孩放在车上 导致毛小孩最后的 因为中暑热摔剂的死亡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案例 移送警察当委去处理 最高会处 等于说如果法院判的话 它最高会处 两例下去徒刑 病科20万至200万的罚金 很高 很高 其实斗毛法算是很高的八条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在一个很闷热的环境 何况是毛小孩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避免中暑的时候 我们人不想待的环境 就不要让毛小孩在那边待着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 那当然中暑 因为杨姐这边有找到几个就是 可以避免毛小孩中暑 有一些网友撇出来的一些文章 像有时候我们会去 比如山上度假 比较两种的地方 或者是玩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对毛小孩 玩水的这个部分 对毛小孩来说有帮助吗 等于说我们是说 适当的让他泼湿 适当泼湿就好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毛小孩的毛法 基本上如果说你 你玩水没有关系 但是要把它就是玩完水之后 就把它洗干净 要洗干 因为你玩水之后 你可能水里面 可能会藏一些所谓的藏污纳垢 藏污纳垢 对藏污纳垢 可能有些基层的虫卵 或什么会在里面 所以基本上你在用 你在所谓玩水玩完之后 你可以 就必须等于说帮它吹干 等于说要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看你们到底 比如说有没有藏这些 比如说也许藏到跳蚤 也许有藏鼻湿在里面 因为像 有时候我们去海边 因为海水是咸的嘛 对 那小狗狗适合下去玩吗 我有时候看小狗狗 好像在海边也是蛮开心的 其实有些像海水减轻的东西 可能对皮肤会有些伤害 哦会有伤害 所以我们建议 等于说你可能去玩完之后 你回来之后 要赶快用淡水把它冲干净 哦就是说 冲干净要赶快冲干净 冲干净 对对对 让盐分都冲下来 这样会比较好 哦对对 我觉得副作讲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小狗狗去海边玩好像很开心 因为像我们 有朋友也喜欢带小狗狗去海边玩嘛 他可能跳跑一跑跑一跑 有时候可能会去海边玩水啊 会去踏浪啊 甚至有的小狗会下去玩啊 追逐啊 哎这个副作讲的很棒 就是你有这个 这个海水的部分 它上面有盐 你回去要再帮它洗一次澡 对对 等于说把盐分给它冲干净 要把盐分冲干净 要把盐分冲干净 不能蓄集在所有皮肤上面 哇这个对毛小孩是很大的伤害 对对对 OK而且有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不知道海水里面有什么东西嘛 微生物啊 真的不晓得什么 我们不晓得啊 甚至还有一些什么 譬如说海里面有一些什么活到活菌之类的 这些都有危险 都有危险 所以真的 呃 我觉得有时候避暑消暑是好事啦 可是要避免麻烦啊 要避免麻烦啊 像最近我们那个小我们朋友的小狗 他是耳朵有问题 耳朵要去看医生有皮肤病 也是有时候 因为人耳朵净水不OK 何光是毛小孩 是不是耳朵也会净水 对耳朵基本上 有时候净水 基本上你耳朵要把它掏干净 对 因为耳朵可能有耳戒虫之类的东西 耳戒虫 耳戒虫 比如说你送去冬月检查 他会帮你检查耳戒虫 因为有些耳戒虫是 你去拨它的下垂 或者耳间 基本上他会 会动吗 他绝对会痒 这就是耳戒虫 我会痒 所以基本上一月就开药 跟药去治疗他 哇 所以 你看 养一个毛小孩 就跟养小孩一样 你要用心去照顾他 真的要用心照顾他 也要去了解他的状况 那其实 附作也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毛小孩 到外面去 会很喜欢在草丛里面找草吃 哎 这个养小心有的草 其实是不能吃的 其实毛小孩 我是说真的 其实 外面有很多 不管是家里 或者外面 所以有些人家里 有时候为了家里面的环境美观 他会养一些植物 所以养一些植物 基本上这个植物 可能对毛小孩是一种伤害 是一种伤害 是一种伤害 比如说他有些像 他种了百合花 金针花 他就会造成所谓的 可能他是有毒素 会造成肾衰竭 啊 会肾衰竭 对肾衰竭 比如说他有些 比如说这种发财素 圣诞虹或是郁金香 他会造成 所谓肠胃刺激 会造成大肚子 所以就是 如果不小心毛小孩吃到 是会有 有不适的状况 有不适的状况 其实如果说 我是希望各位市主 如果说你们要真的在这里面 做一些所谓的庭园美观的话 你们真的要选择一些所谓 选择一些所谓的 对毛小孩没有害的植物 请大家可以慎选这些植物 那这个植物要挑选的时候 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得到 这种类似的植物 其实在网络上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有些像 比如说那像 像有些就是 火鹤花啊 火鹤花啊 或是玉蚁啊 或是黄金蛤这部分 他肢意旧毒素 基本上会造成口腔受损 对 这些也不能养 对 真的不行啊 对 杜圈花 杜圈花 其实大概造杜圈花 会造成低血压 甚至昏迷 会昏迷 对这都有可能的事情 就是怕毛小孩不小心吃到 对 那如果说 毛小孩在户外的话 其实我们建议 当然第一个重要是千神 对有时候要戴透气口罩 透气口罩 对有时候进来避免 他去填吃外面的东西 所以真的 有些人说 我们家的毛小孩 不会在外面吃东西 但是有时候 毛小孩是很好奇的 他在户外的一手 看到一些东西 他去填 像刚才主持人讲 他会去吃些草 之类的东西 当然有些吃的草 他可能 据我们的了解 他吃少 或许是针对他身体 有些不适 他想找一些东西做 做改善 做改善 但是有些植物是有毒的 他可能不想去碰到它 所以我们戴口罩 尽量避免它去碰 外面有毒植物 因为很多人说 我们家的毛很聪明 他会一直去找草 就是因为 他身体不爽快 所以他去找草来吃 很多人会这样说 对很多人会这样说 其实 说实际上有些人 就不自觉就中毒了 就不自觉就中毒了 对对对对 哇 这个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所以毛小孩学问 是真的蛮多的 我觉得千神也蛮重要的 千神真的很重要 因为 现在其实对于 没千神这件事情 是有很大的 也是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伤害 也是有法令的规范 其实现在 在东宝 刚刚说东宝这条部分 就是说 你需要户外到公共场所 或公众得出租场所 你必须要细神 必须要细神 如果不细神 基本上 经劝导不改善 我们会罚到三千到一万五 但是如果说 因为这个劝导不改善 如果说 在大陆上不劝神的话 我们可以不经劝导 得直接开拔 道路上面 车直接开拔 道路上面 是一个车子 车随马龙的地方 很危险 你现在狗在上面跑 不但是狗会受到伤害 人车也会 狗跟人都会受到伤害 对 所以这部分 大家要特别小心 外出就是要把狗狗把绳子牵起来 因为有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乱跑 或突然之间受到刺激 会不会有一些失控 可能乱跑 结果 会造成一些危险 那当然我们也怕 我们的小狗狗受伤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 要出门前 尤其现在夏日延延 大家会出门 出门旅游是一件好事情 那附座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我们要出门前 如果有毛小孩 我们要怎么去做规划 这一点也很重要 其实出门前 最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预防 预防外界的环境 有些危险地方 你是必须要注意 例如说 你万一把毛小带出去了 你可能会 譬如说有些寄生虫 或什么危险 这部分你就可能就是 刚才讲的定期投业 这部分 对毛小孩是有帮忙的 寄生虫 对毛帮忙的 别的就是说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防他中暑 防中暑 防中暑 因为外面的环境 就真的很热 所以我们就要防他中暑 毕竟避免他所谓的 受到所谓的 譬如说万一出去一次 最后中暑又热衰竭的话 基本上 毛小孩可能就是 因此他消失了 哦 对对对 中暑这个真的是 但是要特别特别小心 然后 那还有就是走失的问题 其实走失的问题 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都看到 网路上很多人 都在po邪询 就是说 啊我们的毛小孩 在哪里不见了啦 怎么样怎么样 还是说 之前还有看过就是说 他比如说去逛夜市 洗牙匙 有时候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狗跑去哪里 那四组非常的着急 可是 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预防走失 其实走失的部分 其实 我们在想就是 在87年前那时候 其实你大概也知道 狗一走失 除非这只狗记忆特别好 他会回来之外 说实在 这只狗 就不知道去哪里 有可能就是不见了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 对 对 因为他身上没有晶片 是 87年以后开始 比如说有 晶片植入 宠物登记这部分 基本上 只要是在路上有看到狗 带去宠物跟扫描 宠物一月 应该说宠物登记在扫描之后 基本上 能够就可以发现 世主是谁 所以基本上有晶片的选知 会百分之百找到世主 嗯 对 除非是被偷抱走的 偷抱走 也许他可能 像我们也是遇到过这种案例 就是偷抱走 但是他可能 偷抱完之后 他发现这只狗他也不喜欢 哦 他又往外丢 那可能就 可能又被人家又捡到 又送去宠物那些扫描 诶 就通知世主帮回去 世主席共识说 他狗原来什么时候被偷抱走 哦 就不见了 那之后来 还是乌龟原主 还是乌龟原主 可是所以 这个 晶片植物很重要 要做宠物登记 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其实有规定 现在已经都有规定 你再跟猫法规范 其实如果有没有犬 如果犬跟猫 犬跟商用猫 一般家用猫还没有 商用猫 商用猫 就是所谓的买卖的猫子 哦 买卖猫子 他必须完成植晶片的动作 登记动作 如果没有完成 他基本上会罰3000到15 哦 哇 这个要特别小心 其实现在 我发现像 我有朋友 领养猫咪 也都要做宠物登记哦 你养猫基本上 我都会做宠物登记 这宠物登记是 他属于身份的标志 代表说 我是有主人的 对 这也是属于隶属 谁的猫咪 他以后如果就是走私不见 或甚至说 被人家偷抱走 如果说今天要诉诸 法律的话 你都有所谓在有 比较优势的地方 嗯 对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进到一个 把它 把它归 就是等于就是说 有给他一个身份证啊 因为 因为权的话就是在法律上 是规定是误权 误权 误权 所以很多人就是看 为什么这只狗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你的 就是看金片号 看金片号 我有误权 就虽然我们不能把它当成 是一种误品 不过 就是因为他 他也没办法讲话嘛 没有办法说 他从哪里来嘛 对 所以只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 让大家知道说 他是谁谁谁的猫 谁谁谁的小狗这样子 所以 金片植入 做宠物登记很重要 时间关系 让电台先进行广告灯会广告过后呢 再继续跟我们高雄市政府 东宝处段旗和副处长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妈妈 干嘛停下来了 好饿哦 赶快回家吃饭了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 随时摆头查看左右 有没有人车 如果有人要过马路 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我知道 老师有教 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 随时注意转弯车 过马路才安全 哇 你好棒哦 都有认真上课 那当然 行进路口要慢看停 行人也要停看听 看热静谱网提醒您 行进路口注意安全 我跟他八三健行 不可以断练帖领 还可以实施台湾美丽的招牙 有没有提示 将人到处处到建成一个酒吧 顶着转过第三个 有这么多种的双上华东 还有双上健行 上团华东记录 都有机会在到全职好练 无论是朋友、自生还是亲自 都可以做会做对八三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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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痛毒一次危害一事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爱自己也爱家人 请远离毒品 这是一个上街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人的爱 这是一个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下游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下游上有爱 上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下游上有限定时间 下游上有限定时间 下游上是大家欢迎收听 是快乐联播网 先问三上 我们的节目是你的和平友杨杰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高雄市动保处 段祺汉副处长 到节目当中 副作好 主持人好 那刚刚我们聊到就是 炎炎夏日当中 我们的毛小孩 要照顾到他们的健康 所以咧 人类的部分都怕到山 都很怕自己中暑 何况是毛小孩 以前那些毛虎 更长一点 很长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适当散热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要帮他 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所以呢 刚刚有提到 刚刚副作友谈到一些避暑 避暑的部分 其实避暑我看到一个就是 可以让他舔冰水 冰水有作用吗 冰水我觉得就是 其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 冰冰 但是也冰吃太久 冰有些冰的话可能会冻伤 哦 会冻伤 会冻伤他的舌头 会冻伤他的舌头 所以也不能太冰 也不能太冰 也不能太久 人也是一样 你摸冰摸久了 他就会冻伤 哦对对对对对 哦 所以狗狗也是一样 狗也是一样 狗也是一样 好 现在 我想问一下处长 副处长就是说 小狗可以吃西瓜吗 其实没有说不能吃 没有说不能吃 没有说不能吃 但有些食物真的不能吃 有些食物真的不能吃 有些食物不能吃 哦 樱桃不行 我知道巧克力不行 巧克力绝对不行 对 所以 有养毛小孩的 你相关的知识 也是都要具备一下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都可以给毛小孩吃 好 那 我觉得事实的补充水分 也很重要 事实补充水分 所以 如果带毛小孩出门的时候 我们水分要常常让他喝 让他喝 好 那 其实 要做一个好的事主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 不能让毛小孩乱生小baby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跟大家宣导 就是 做这个宠物绝育的活动 那是不是这边也跟大家谈一下 好 其实像毛小孩 为什么现在外面有些 那个所谓的流浪犬毛的部分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就是 有放养式的方式 对 所以说他家的犬毛 又没有所谓的结杂 又没结杂 放在外面的时候 就跟外面的毛小孩 跟外面的浪犬做结合 就生意 就怀孕了 就把怀孕带回家里面 在家里生了 那家人一看的东西 哇 就吓到了 他就偷偷的把这些毛 小小的毛小孩去丢掉 这就是所造成所谓的 等于说流浪犬的增加原因之多 嗯 所以呢 等于说我们 钢藤市部分 其实我们针对 结杂这部分 今年度 我们市政府 其实我们已经提升 我们的结杂补助的部分 是 那从以瓦的 在公犬猫部分 我们补助 等于说500块 今年提升到800块 母犬猫部分 从以瓦的1000块 提升到1500块 对 当时我们希望 能够提升民众 更多的所谓的 带犬猫去结杂的意愿 是 那一般讲的话 我们是在市民补助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 只要是钢藤市民 它在动物医院 高雄市动物医院 完全结杂 我们一个人会补助两只 哦 补助两只 就是在生命中 在生命中的额度 在偏向地区医院庭医院 只要偏向地医院庭医院 只要偏向地医院庭医院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会去做薰灰结杂 对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 跟豆毛的合作 那大概一年 可以大概 差不多做二十几场 嗯 那我们希望 大概有完成 两三千只的毛小孩的结杂 但我们希望 能够说 在这一方面 可以帮忙做毛小孩的族群管控 是是是 不说像 这个议题啊 最近杨姐也在跟朋友在聊 就是讲到结杂的议题 有人会觉得说 结杂是不是 有点像剥夺了她的生育权 那 是不是对她有点不公平 啊 因为有时候毛小孩 就是跟我们的小baby 一样嘛 就是说 把她结杂了 是不是她以后就不能生了 像有人就说公公 好像就变公公 这样子 就是 哦 你就干扣了啦 我们那个朋友的公公 要带他们家的儿子去结杂 到底要不要 她还在考虑当中 哦 我们其实会跟她说 其实结杂对小狗狗 应该是不错啦 那 其实因为针对于 这个部分 副作师专业 到底结杂对小狗狗的 优点是什么 其实重点是说 她不能再生了 嗯 就不要再蔓延所谓 后续毛小孩的一些 问题 问题 那有些 毛小孩她结杂以后 她会变胖 对 比如说 像母狗部分 基本上就是她避免她 比如说子宫殉弄 哦 或一些像她把子宫 子宫残酱全部拿掉之后 她避免一些所谓的妇 妇科疾病 妇科疾病 那公公公你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她搞完 把它拿掉以后 她避免也是一样 就是避免她一些 比如说她 经常会接触地面 嗯 会造成一些所谓的 公公也产生一些 性病的部分 哦 结杂以后她基本上就不会有 就比较少有 接触到性病的问题 是是是 所以 所以 比较不会有一些疾病 疾病的产生 对 比较不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 对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还是 请事主们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冬医生讨论一下 嗯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冬牌法规范 其实你释安全猫 是一定要解诈 一定要解诈 对 不然就是说 可能是你的狗猫 或者是她可能年纪比较大 嗯 或是她身体比较弱 身体比较弱 身体比较弱 对 对 当然免贼身主说这部分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最好能付 如果说医院能帮你付证明 证明说这只狗是真的不适合结诈 我们都会接受 因为她可能身体有一些疾病 对对对 因为疾病她不适合结诈 我们也不能强迫 也不能强迫 OK 所以这部分还是要请大家 能够注意一下 好 副作其实 从9月1号开始 我们农业部有新的 这个宠物登记的新的规定 是不是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9月1号开始 其实我们以前的宠物登记管理系统里面 只有犬跟猫 这部分 就猫狗啦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因为 农业部它是参考所谓的 譬如说从国外 我们一些市族 业者 他把一些国外的一些 非犬猫的 一些不如的动物带回来 嗯 带回基本上就是说 那些犬猫 农委会希望这些也列入管理 嗯 但如果这些东西 如果说能够 同时 但是他们进来的时候 基金都有执行片 哦 那基本上是希望它能登记 登记完之后 譬如说让地方政府能够 对这些 这些动物它能有管辖权 嗯 能够能够了解它的 譬如说它经营的状况 经营的数量多少 那我们是能够更了解 因为像 像这一点哦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就是所谓外来种的问题 真的很困扰 对 如果看经营的绿列兮 也是 它也是外来种 很多都是所谓 就是它小时候养的很可爱 很可爱 对对 越来越不可爱 就把它放出去了 也放出去了 这就是人性啦 对人性 所以我感觉齁 咱要设一只动物齁 你不要敢是说 啊 一开始好可爱哦 就给它养 就给它养 人总是慰老嘛 对不对齁 然后容颜衰败 你感觉它胖啊 它没高脆啊 有时候你就觉得不想养它 所以就会有人就是 会有这种弃养的恶劣行为 所以我们希望真的养动物 要养到终毛 要养到终毛 就是我们需要养到终毛 真的 因为其实 不管是全根猫 其实都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OK 那副作者像这种 从9月1号开始 这样子就是 宠物登记的部分 有开放是哪几类的 这种宠物吗 譬如说它有增加兔子 兔子 譬如说有一些长尾龙鼠 它所谓长尾龙鼠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龙猫 龙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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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种叫做八尺鼠 就是小龙猫 小龙猫 这我没听过 雕有听过吗 雕有听过 然后密带舞 密带舞 水豚 还有叫做 帕塔哥尼亚屯鼠 屯鼠 屯鼠 就是一种屯鼠 还有就是狐猫 狐猫 虐猫 其实狐猫在很多所谓的 休息龙场 他会看到过 他们经常这种狐猫 狐猫我只有看过卡通的狐猫 有啦 真的狐猫也看过 然后还有 浣熊 赤狐 然后长鼻浣熊 南美的小石乙兽 以及黑尾草原群鼠 这就是所谓的黑尾土拨鼠 黑尾土拨鼠 开放第十 总共十三种 所以这些都是哺乳类的动物 对对对对 十三种 有一些软生的 鸟类那些都没有 那些都没有 那些都还没有 它就只有开放所谓的宠物登记 就是可以上网去登记 那基本上就是后续 如果说你今天要找一只 找一只动物的话 基本上上网去登记 就可以查到他是不是谁 OKOK 我觉得这种宠物登记 有时候在宠物店 买卖当中有时候蛮频繁的 那当然宠物店有自己营业考量 可是我觉得 就像刚刚在跟附座在谈的 其实我们台湾的生态环境 有时候我们也是要特别去重视 不然像有些动物啊 你小时候觉得它小小只的很可爱 可是它总是会变大 变大了之后 有的人就不想养 就会变弃养 流浪动物 有时候就变成 对于生态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浩劫 对是浩劫 对是浩劫 包含就是有些动物 它在台湾是没有天敌的 对绿烈系就没有天敌 对绿烈系就没有天敌 绿烈系就没有天敌 然后绿烈系 还好它是吃素 对绿烈系是吃素的 它有伤害到的 像恐龙一样 那我们就大概就 他说 疯掉 所以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动物环境 动物议题的时候 真的要对于 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反规 反规到自己身上 你自己到底对于宠物的饲养 你抱持的是什么样的心态 那其实像在高雄市洞宝处这边 其实我们也有几个收容中心 也有开放所谓的宠物任养 其实也鼓励大家 你如果真的有心 想要来养小动物的话 用任养的方式也是不错的选择 高雄市其实有两个工作中心 一个在寿山的 我们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 一个是我们厌朝的 动物保护官员园区 基本上我们都非常欢迎 大家来我们的 来任养犬猫 但任养犬猫 基本上我们都会协助 大家这些犬猫 纸巾片 打官具免养 跟所谓的杰渣 而且都是免费的 那基本上 还有一份伴手里送给大家 嗯 OK 所以要饲养犬猫之前 大家要评估好自己的环境 所以 其实之前 不做到节目当中 也有跟大家聊 你要先评估一下自己吗 你要评估自己的 所以说实话 能力跟你的资格够不够 还有时间 对 如果说你今天 完全就没有这个 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的话 而且没有说真的 还没有足够的金钱 你真的不适合 因为狗 犬猫需要后续 例如说要去看医生 要治疗 这些都需要的 你包含像帮他洗澡 有时候 你自己洗不好 你自己可能技术不够好 没办法洗得干净 有时候送养也是一个费用 其实医疗是最大的费用 而且还有医疗 尤其小时候 狗嘴狗嘴又没什么事 年纪越来越大 就像跟人一样 年纪大了之后 他有一些慢性病 还是一些疾病 就会天然 就会出现了 像小动物其实有时候动作很快 动作很叙述的时候 他有时候不小心就造成骨折 造成骨折 这些东西就花费真的是很可观的 所以没有足够的经费去做的话 我劝大家真的不要再 在养这个动物 如果你真的有足够的条件 你再来认养 还有时间也很重要 对 像前几天 我朋友还问我说 PO了一只很可爱的猫 说要不要认养啊 我说说 我可能只适合养家飞猫 因为我说我没时间 因为我觉得你要评估自己的时间 因为宠物是需要陪伴的 真的需要陪伴 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其实是 猫就把狗就放在家里面 所以真的 我有时候觉得这些猫狗 很可怜 是蛮孤独的 也很孤单 我家就有一只 我家就有一只 我女儿养的 就很孤单 所以有时候 你也要有时间去陪伴他 对对对 不是说 你自己在家里 你没用 就没要插衣 你回来 觉得他肚子又去 人一个人一个 所以我觉得 这些猫小孩又不是 又不是动物 又不是宠物 那个布偶 又不是布偶 它是有生命的啊 所以当主人只能 设计者能说 因为上班族很多 他平常不能办法陪伴 只有下班族 尽量尽补 这些猫小孩的心理 所以你如果想要养毛小孩 你自己的时间 要调配一下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来副作最后30秒 跟大家做最后的补充吧 说实在话 你要养宠物 真的要具备相关的条件 你才能去认养宠物 当你认养他之后 带回去之后 麻烦各位 一定要养到中老 真的不要弃养他 也不要随意把他抛弃掉 对 所以 这叫做一辈子的约定 一辈子的约定 对 所以你不要感觉 啊 可爱可爱的 就把他养了 那养了之后 一段时间觉得他 不可爱了 就没想到他吃了 哇 这个真的造成生态浩劫 那真的是你的家人 那有时候我们真的要饲养宠物 任何宠物都一样 现在其实环境很开放 大家要养什么宠物都一样 你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环境 还有刚刚讲的 你的金钱也很重要 你如果没三次 拜托你千万 要大家评估一下 这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宠物会生病 你真的要有一定的金钱时间空间 好 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 动保处段齐和副处长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副作 谢谢主持人 好 感谢大家喜欢听 我是杨洁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明天再会 拜拜